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关于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的一个对比 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啊 统计抽样呢它在抽样的时候就运用了这样的统计学原理 将来在评价样本的时候依旧是运用这样的统计学原理 那么其实它要更直观一些我们可以把抽样风险进行量化 那量化了抽样风险以后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评价计算的过程中 那要更明确一些对吧 但统计抽样难度会更大一点啊 因为在应用中你要用到这样的统计学原理 有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知识会增加我们的一些成本 而非统计抽样呢就主要用注册会计师的一些职业判断 那可以通过注册会计师这个职业判断的角度 对样本规模进行确定 然后对我们这个样本进行相应的评价 所以说非统计抽样呢 它就不会去量化抽样风险了 好那我们来看单选题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统计抽样的优点的是哪一个 好A统计抽样能客观的计量抽样风险 这是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主要的区别之一 但它能客观计量抽样风险把它做一个量化 所以是统计抽样的优点 因为它量化以后你会更容易的去评价和计算 毕竟你看一个数字和一个定性的文字表数比起来 还是我们量化以后运用起来更为简易 好那对于B统计抽样有助于注册会计师高效的设计样本 然后计量所获证据的充分性 当然了我们量化之后更容易的去进行设计计量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B选项说法也正确 C统计抽样通过调整样本规模精确的去控制风险 那我们这个通过量化了抽样风险以后 那我们会有对应的一些样本规模表等等能够予以参考 所以我们在确定样本规模的时候呢 也能更好的去进行选择 所以调整样本规模精确控制风险没有问题 还有递选项 统计抽样可能发生额外的成本 这也确实是统计抽样本身可能会发生的事项 但我告诉大家做这种题目啊 哪怕说你这个知识点呢 没有单独的去进行扩展性学习 觉得有点偏门 在做题的时候 哎感觉这个问题没太学习过 那很简单啊 你看这题目问的是什么 它是不属于统计抽样的优点 那你一个一个读一读啊 A是说他能客观的计量风险啊 你对风险能够量化当然好啊 对不对 好高效设计样本 计量所获证据充分性 哎这对我们注册会计师更容易运用 统计抽样这样的方式 能得出量化的结论对吧 所以说我们能量化结论的话 就更理想一点 那我们在这里啊当然是一个好处了 还有统计抽样通过调整样本规模 精确的控制风险 精确控制风险也是优点 但递选项 你说可能发生额外成本 咱们额外的付出了更多的时间精力 你觉得能叫优点吗 不能 它应该是统计抽样的一个缺点 往往在运用统计抽样的时候 你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 这样会花费更大的时间精力 会花费额外的成本 那可能要做一些额外的培训之类的 所以答案就是递选项本 就很简单 大家一读又知道了 这递选项不属于优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多选题 下列关于审计抽样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有哪一个选项 A 物据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 将影响审计效果 因此注册会计师要更予以关注 首先我们在抽样风险当中 进行进一步的分类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分成四种类型 首先根据我们的控制测试 对于控制测试当中 抽样风险分类的话 你就把它分为信赖过度风险 和信赖不足风险 但如果说我是对于细节测试当中 这个审计抽样风险的一个分类 那我们就会把它分为 物据风险和物受风险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啊 进用分类以后 要考虑它是影响审计效率 还是影响审计效果 那影响审计效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终呢 出具错误的审计意见 代表了一个错误的审计报告 那如果说是影响审计效率呢 就是我折腾了半天 多做了一些工作 但最终结论呢 还是没错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控制测试角度来说啊 控制测试 如果说你信赖过度风险的话 就是你错误的信赖了本来不能信的内部控制 就该内部控制可能是运行无效的 但是你却信了它 认为它能够提供一定的保证 没有多做工作 将来呢 因为你工作做的不充分 就更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的审计结论 那影响我们的审计意见 所以说这就是影响审计效果的 就信赖过度风险是影响审计效果的 对吧 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说信赖不足 信赖不足风险呢 就相当于说本来啊 这个内部控制是可以信赖的 是运行有效的 但我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就是我们最终的没有信赖该内部控制 那不信赖该内部控制 我会做什么呢 我会多做点实质性程序 试图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那我折腾了半天 多做了很多程序以后 发现说哎呀 本来啊就没有那么多错报 对吧 但我浪费了点时间精力 那多做了点工作 那其实呢 影响了审计效率 可是没有得出错误的结论 没有影响我的审计意见 信赖不足风险 就是影响审计效率的 继续来说细节测试 细节测试中 我们有物据风险和物受风险 什么叫物受风险 就是错误的接受了 本来不能接受的总体 但我错误接受以后 就认为这个总体中 没有重大错报 放心的就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代表你结论错了 影响审计效果 但如果说我错误的拒绝了 本来能接受的总体呢 这时候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当你这个审计抽样中 拒绝了一个总体 在细节测试里就要考虑 这个总体当中啊 到底有多少错报啊 那我们如何对其进行调整呢 往往我们就要追加一些审计程序 甚至可能说 我对这一个项目的总体 进行一个详审 然后最终来确定错报好调整啊 那我错误拒绝以后 额外展开了一些工作 结论却是 哎 没有重大错报 当时那个拒绝啊 拒绝的不恰当 那影响了审计效率 折腾了大半天 但没有得出错误的结论 所以这个物据风险 也是影响我们审计效率的 那这样我们划分过来啊 物据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 都是影响审计效率的 不是影响审计效果的 信赖过度风险和物受风险 都是影响审计效果的 那确实在审计中 更关注影响审计效果的 而不是影响审计效率的 更关注的是信赖过度风险和 物受风险 好那我们就要提A选项就错了 接着我们来看B选项 具备随机选取样本项目的抽样方法 就是统计抽样 统计抽样呢 我们要求它一定是要随机选样 这个没问题 但是非统计抽样 我们能不能也随机选样 可以 非统计抽样里 我也可以随机选样 不说非统计抽样我们就不能随机选样了 在非统计抽样当中 我可以用随机原则去选取样本 然后将来由注册会计师 然后通过自己的职业判断来评价样本 这个非统计呢 我们并不是说 它一定要在每一个环节当中 都由注册会计师去插手 统计抽样是同时啊 又随机选样 又应用这种统计学原理 那我们去评价样本 都要满足 但是非统计抽样里 你可以先随机选样 后面呢 你再由注册会计师去参与评价样本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B选样的因果关系就错了 但我们如果随机选样 它也可能是非统计抽样啊 好B错了 接着C 在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之间进行选择 我们在保证审计的这个效果的情况下啊 主要就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那如果你说这统计抽样明明是要更好用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有非统计抽样存在呢 那这统计抽样就比这个非统计抽样要更量化一点啊 原因就在于统计抽样往往会增加额外的成本 而非统计抽样如果是注册会计师很有经验 那通过这样一个比较准确的职业判断 可以达到跟统计抽样同样的效果 那能够保证效果情况下选择的时候 主要就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这个我们大前提是不能影响我们审计效果 这个属于放置各个环节上都会作为大准则出现的 就不单独强调 那为什么选这两种之一呢 主要就考虑成本效益 所以C选项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统计抽样可以精确计量抽样风险 这个说法没错 那无需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就错了 不管是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啊 它都需要职业判断 你在这样的一个设计样本选取样本和评价样本阶段 那其中呢我们就可能会涉及到说 那我如何确定样本规模 有些因素的考虑还是职业判断在做的啊 所以我们答案就是A B D这三个选项了 那对于A是物受风险信赖过度风险影响效果 那对于B这个统计抽样呢一定是随机选样 概率论去评价样本同时满足就成为统计抽样 而非统计抽样是不同时满足这两个的 那非统计抽样中你可以先随机选取样本 然后呢你可以说我用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啊 来进行评价样本结果没有应用这个概率论 当然可以啊 这种不同时具备就成为非统计抽样啊 那D不论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都有职业判断在里面 那我们答案就是A B D这三个选项 好我们继续看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注册会计师在统计抽样与非统计抽样方法之间进行选择时 主要考虑什么哎 刚刚我们已经刚提过是成本效益原则 所以答案就是A选项 哎就是一个简单的文字表述啊 咱们就不再展开了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这个属于我们第四章最高频的考点之一 总体来说第四章呢是属于学习难度大 但是考试当中题目啊一直都局限于我们的课程当中 就不会给大家考的特别偏 因为整个第四章来讲 在实际应用中用的也没有那么多 像我们实务中我们很多的这个事务所都采用一定的审计软件 那可以用这种审计软件来工作 你真说我自己去如何运用随机数表去选样 实物中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 所以它属于一个比较理论的章节 在理论章节的学习中啊 更多的就是对这些理论表述的把握就可以 所以这个样本规模影响因素上呢 那我们更多关注这影响因素和样本规模之间的变动关系 考评比较高 好那接着下列关于细节测试的样本规模 说法中那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我直接去说一下 对于我们抽样风险的考虑呢 它有这样的物受风险 物具风险 控制测试中有信赖过度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 但是将来啊 你在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的考虑中 那我们就是考虑如何确定样本规模了 这时候呢 你主要影响的是考虑这个影响审计效果的 而不是影响审计效率的 说实话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中 专门提到的就是可接受的物受风险 更多的关注影响审计效果 而不是影响审计效率的 所以我们更多会关注物受风险 这样的话B这个选项 其实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太合适的 好那我们继续可容忍错报 可容忍错报的话代表注册会计是对错报的一个宽容态度 如果说这个错报啊我能容忍的是20万 可容忍错报是20万 那我当然比这个可容忍错报是50万 看起来要更严格 可容忍错报越低呢 就相当于说我的态度是更严格的 更严格为了保安全就多做工作 你样本规模就大 如果说可容忍错报比较高 你态度非常宽容 就说少做点工作 你样本规模就小 所以他俩是反向变动关系 C选项又正确了 好那么总体项目的变异性越低 通常样本规模就越小 这个总体变异性低的话 你在这个样本规模下 他对于这个总体代表性就会强 如果说变异性高 你想要样本能推断总体 往往呢就考虑说 在这个总体波动这么大 各个阶段的这个波动的数据 我们或多或少 都应该有一定的选取 才能更好的去推断总体 所以说在总体变异性大的情况下 我们往往就会扩大样本规模 变异性低 样本规模就小 变异性高 那样本规模就大 那往往我们有一个解决方式 如果总体变异性高呢 我们就会通过对总体进行分层的方式 来降低每一层的这种变异性 那在每一层当中去选取样本 能很好的去降低样本的规模 那我们的解决方法 反倒又是通过分层的方式来降低样本规模 好那我们B选项这个理论没有问题 所以A C D都没问题 只有B选项是错误的 答案是B选项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单选题 在控制测试中确定样本规模时 一般不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哪一个 大家读题啊一定一定要注意题干 因为你要先看到这里说的是 控制测试时不要考虑的因素 那么控制测试呢 我们关注预计总体偏差率 总体偏差率越高 那我们这个样本规模就越大 如果总体偏差率过高 那可能就不适合做控制测试了 好那可容忍误差 可容忍误差越高 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越宽容 那我态度越宽容的话 那我其实应该是样本规模越小 其实在控制测试中啊 我们这个可容忍误差 应该是可容忍偏差率 只是我们在这里用一个统一的词 细节测试或者控制测试 你叫可容忍误差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进一步来说呢 你在控制测试中是一个可容忍的偏差率 到了细节测试呢 就是一个可容忍的错报 好那C可接受的抽样风险 那这个我们又是做了一个概述性的 因为在控制测试中 我们关注的抽样风险是信赖过度风险 因为这个信赖过度风险是影响审计效果的 严格来说就是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 好那D总体变异性 因为在控制测试中呢 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内部控制的运行情况 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啊 其实说白了 你不就是一个控制运行一次 我们就当做是有一次发生 但我们不关注它控制运行时 所涉及的金额大小 所以说我们不涉及这样的一个变异性的考虑 其实我们考虑的是一个发生率 对吧 所以它不涉及总体变异性 总体变异性呢 我们是在细节测试的这种抽样当中才会提到的 所以答案就是D选项 所以你要看清提干问的是什么 那总体变异性其实就是总体中金额的相差大小 就看它波动大不大 波动大就变异性大 那这种波动大呢是针对金额而言的 但在控制测试中我不关心金额 我就关心它这个控制运行一次 然后又运行了一次 关注的是一个发生率的情况 那我们答案就是D选项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单选题 假公司财务人员每月以前35名主要客户对账 如有差异进行调查 A注册会计师以主要客户的这个每次对账为抽样单元 相当于说各主要客户每次对账是抽样单元 你每次抽出来某月某一个客户的对账单来进行考虑 好采用非统计抽样测试该控制 确定最低样本数量时可以参照的控制执行频率是什么 那我们就考虑说这样的一个控制执行频率 因为每个月呢你有35名客户去对账 每个月是35次对吧 那我们针对他进行抽样的时候是各客户的每次对账 某月某客户抽出来一个就可以 好这样的话那你一个月是35个 一年呢乘以12你可以算出来 它是420次 你有420个可以抽的 那一年是420个 它就是大于250 如果大于250全年运行的就总数是大于250的 我们就把它当做每日数次来对待 答案就是递选项 比如说你要注意他要一个选择是以什么为抽样单元的 我们是以每个客户的每次对账作为一个抽样单元 那你一年就是420个能选择的总体 那一个总体是大于254的就叫每日数次 那如果说我就是按月筹 就是每个月对账的这一次 我就可以把它抽出来 对这一次对账进行有关的那个审计工作的时候 那你就是一个月一次 一年就是12次了嘛 就是每月一次了 对吧 要看它具体的表述 好 那我们继续看多选题 下列有关控制测试的样本规模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A 对相关控制的依赖程度增加 那么所需样本规模就增大 什么叫对控制依赖程度增加 就是你信赖该内部控制 打算通过控制测试 获取的保证程度增加了更高了 那你通过这一项程序 获取更高的保证就应该多做工作 多做工作样本规模就大 这个理论没有错 好那么B 你测试的总体预期偏差率增加 那所需样本规模就增大 那总体这个预期偏差率越高 你为了保安全就应该多做工作 所以说样本规模就大 没问题 可容忍偏差率代表我们对偏差率的一个态度 我可容忍的偏差率越高 这态度越宽容 我的工作量越小 所需样本规模越小 所以C 很好说法了 B 大规模总体中抽样单元的数量增加 在大规模总体上 你不会说这总体越大 我的样本规模就越大 有的公司啊 一年到头发生这种成千上万笔交易 你不能说按比例 那我抽个一千笔交易进行测试 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当成为大规模总体以后 那样本规模受到总体数量的影响很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说所需样本规模增大就错了 所以本道题 我们答案就选C和D 这样的两个选项 好我们继续来看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细节测试中 与样本规模曾反向变动关系的是哪一个 大家读题一定要注意问的是什么 大家会发现我们要区分 控制测试还是细节测试 再去考虑样本规模的影响因素 比如A选项我们讲的是可接受信赖过度风险 那这个确实跟样本规模是成反向变动 但是它是控制测试里的 对吧 所以A你就排除了 B可容忍错报 可容忍错报确实是在细节测试里用 那再下一步可容忍错报越低 那我工作中应该越谨慎 越谨慎的工作量越大 样本规模越大 好B选项说法正确了 C预计总体偏差率 大家看到说总体偏差率 OK那么它就用于控制测试 不用于细节测试 你都不用费劲去琢磨 它的这个变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你就可以排除它 那C我们就又排除了 D可接受的物受风险 物受风险确实是细节测试的 那下一步你再考虑 物受风险是抽样风险 抽样风险是跟样本规模反向变动 样本规模越大 那我们的抽样风险就越低 所以B选项也正确 所以本道体我们选B和D 你不用特别费劲巴拉的去想 它的这样的一个变动关系 其实我们A和C本身都是用于 控制测试的 压根就不是用于细节测试的 你直接又可以做一个排除 对吧 好那我们这道题啊 就应该选择B和D这样的选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知识点 对于我们第五章所涉及到的 一般控制审计 信息技术应用控制审计 以及公司层面信息技术控制审计 其实我们在考试中呢 有时候主关题会遇到这个 一般控制跟应用控制的关系问题 就我们在审计当中啊 如果说你想信赖某一个应用控制 往往就要一般控制有效 应用控制得以执行 你才能够信赖该应用控制 而我们不能只看这个应用控制的情况 把主关题的考点做一个补充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决定了信息技术 风险基准的是什么 哎其实啊 我们这三层控制是层层递进的 对吧 首先就是公司层控制 它决定了一个大环境 它决定了风险基准 然后第二层呢 我们就是一般控制 它会普遍的去影响应用控制的 然后再接下来 它是落实到具体的某一个流程上的一个这样的控制 那就是应用控制 那我们就说这样的话 它是公司层控制 妄理低界一般控制 普遍影响应用控制 然后就是应用控制 所以对于影响风险基准的 是公司层面的信息技术控制 答案就是C选项 你看啊 那我们ABCD中第一个排除的是D 因为他说认定层面 咱们没有这种措辞 它就是一般控制应用控制 还是公司层控制 然后风险基调这一块啊 这是最高层面的 这大环境的 就是信息技术的这个公司层控制 好 答案就是C选项 那我们继续来看 审计工作抵稿 归档工作的性质 及归档期限 特别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讲到抵稿归档呢 就相当于我已经出完审计报告了 现在我是要给这个抵稿做一个归档 将来用于留存 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呢 他自己做了审计工作 这工作抵稿 他自己拥有所有权 将来是要存档的 那这个归档工作里呢 你一定是在出报告的时候 已经获取充分适当证据了 那归档时候只是做一些事务型工作 只是对这个工作抵稿做一些整理 那你不能够说 在这个工作当中 继续的去做一些实质性的程序 我实施审计程序 获取额外的审计证据 这个不行 那我们来看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在归档期间 对审计工作抵稿 做出的事务型变动的有什么 好A 说删除或废弃被取代的审计工作抵稿 在我们打印工作抵稿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我当时没有调整好打印格式 我打印的时候 那个格式就出现了乱码 在抵稿一看 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工作抵稿 放到抵稿里了 我又重新调好格式 打印了一张 放到工作抵稿里 但当时因为工作匆忙 我没有仔细整理 所以把那种打印错误已经作废的 也夹杂在工作抵稿里了 那我后续对它进行整理的时候 能不能拿出来丢掉 当然能 对吧 所以A属于事务性工作 B 对审计工作抵稿进行整理分类交叉 所以 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一个项目组在工作 比如说现在啊 有张三儿李四王五赵六 一块做一个审计项目 这个过程中呢 张三儿就可能负责资产类的项目 李四就可能负责负债类和所有者权益类的项目 然后王五呢 就负责我们这个利润表相关项目等等 做一个分类 这时候你就说 这个有一些工作的抵稿内容是能够共用的 然后可能说在这个含证当中啊 我在资产负债表里 对于银行存款含证 同时也含证了借款等相关内容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张三儿就把它放到银行存款的这个事项的抵稿下面了 那我们李四呢就不需要单独的对短期借款再次进行含证 当时大家各做各的工作还没有编好锁引号呢 那后续完成工作了 咱们这个报告也出了 在整理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重新把这个交叉锁引给做一个补充啊 那当然可以啊 它不是一个新的审计证据 好那对于审计 当按规整工作的完成核对表去签字确认 那你完成工作了去签个字没问题 记录在审计报告日后获取的 与项目组相关成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的证据 这相当于什么 就是出完报告你还在做工作 那这个就不能成为事务性工作了 应该是在审计报告日前已经获取 并且讨论达成一致 作为出报告的基础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可能啊你就工作底稿做的不够完善 那我们在这个期间呢做一个补充 属于万事俱备指欠东风 属于这种我工作已经做了 大家已经达成一致了 非常一致的内容 只不过在记录上有所欠缺 那这时候我可以在日后去补 它不会有新的结论 比如说啊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咱们做那个应收账款的韩证 我把韩证都收回来了 有回韩 回韩放到工作底稿里了 其实正常来说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韩证的汇总表 当时呢因为我们回韩都是一致 没有出现回韩上不一致 就是进行偏差和调查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韩证情况 给大家进行过讨论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啊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没有做这个韩证汇总表 就出了报告 将来我在规整的时候 就说哎呀这些韩证放在这呢 一封是一封的 只是没有单独做汇总表 要不然我们给个汇总表补上吧 它不是一个新的审计程序 也不是一个新的结论 这属于我们在审计报告日前 已经获取 大家也讨论一致了 只是在这个底稿的呈现上 稍微有点疏漏 这样的话你可以补充 可以作为一个事物性的变动 所以我们答案是ABC 注意啊我们记录的话 这个补充记录呢 一定是报告日前已获取 相关成员已讨论 并达成一致 只是欠了一个这个记录不完善 那我可以做相应的补充 好继续看多选题 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报告日后 对审计工作抵稿 做出变动的做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那既然是报告日后 究竟到归档期间 在归档期间里 能做的是事物性变动 首先A选项 在归档期间删除或废弃 被取代的工作抵稿 OK可以 在归档期间 记录在审计报告日前获取的 与项目组相关成员讨论 并达成一致的 OK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日前已经做好 只是说我记录上有所欠缺的部分 C已归档期间收到的寻证函回函 替换审计报告日前已实施的替代程序 审计工作抵稿 大家注意啊 就是说我前期 这个函症没收到回函 但现实中可能确实也会有不回函的 不回函的话 我就做替代程序 最终你是以什么样的充分适当证据出的报告呢 那你的替代程序 其实就作为充分适当证据的一部分 作为你出审计报告的基础 你不能在归档的时候 把你当时出报告的基础给扔了 然后把这个回函塞进去 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那给大家做一个小扩展啊 如果说在归档期间收到了寻证函回函 那考虑到这个寻证函回函 不能随便作废 就把寻证函回函 一并放入工作抵稿 进行了归档 是否签到 是正确的 因为你在这里是把这个寻证函回函 放到工作抵稿中 但你原来出的这个审计报告啊 还是以当时的充分适当证据为基础的 这个回函顶多就起到一个补充的佐证作用 有没有它没有影响审计意见 对吧 我没有做具体的实质性的工作 那这个确实可以 好C选项错了 D 在归档后 由于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而修改审计工作抵稿 并记录修改的理由时间和人员 以及复合的时间和人员 那我们这就是归档后对吧 那归档后的话 我追加程序修改工作抵稿 是什么意思 往往就是出现那种气候事项的情况 这出现气候事项呢 是属于我当时出审计报告的时候 那已经存在 但是呢可能当时没有获取 这样的话在第二时段和第三时段气候事项 根据具体考虑 那我们就会实施审计程序修改工作抵稿 那当然也会涉及到 重新出具审计报告或修改审计报告的考虑 这属于我们虽然已经出报告了 但后续要对审计报告进行重新出具修改 如果是第二时段气候事项呢 还会有相应的补充报告日期 这些我们其实在18章第二节才会具体讲 大家要理解为说 我这个可能有具体事项 需要重新去改报告 而追加了审计程序 那我记录了相关内容肯定没有错 所以D选项是对的 答案就是A B D这三个选项 好我们继续来看 识别两个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那我们两个层次是什么呀 报表层和认定层嘛 那报表层就是一影响影响一大片的 认定层呢就是局限于具体的交易 期末余额还有这个披露上去的 好那注册会计师针对下列事项 在评价影响重大错报风险时 那其中最可能影响财务报表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的事项是什么 作为一个单选题 你就看看这几个事里 哪个的影响最广泛 最可能易影响影响一大片 比如说A 贝沈云单位报告年度在海南开设 销售分公司 负责在海南沿海地区的产品销售 那这就主要跟销售有关呗 那我们就局限于他这个产品销售 主要是跟这样的一个呃 营业收入等等相关 是某一类事项 B说贝沈云单位生产部经理退休 更换新的负责人 那这个如果说新人上任啊 不了解情况容易出错 那也就是在产品生产的环节出错 好C是总经理被竞争对手去高薪聘走 就总经理被挖走了 有新的总经理来了 那你看啊 总经理走了 他是整管全级的 对于这个贝沈云单位日常经营管理的各方各面 他都会插手负责 这肯定影响各方各面了 所以这更多的是影响一大片的 好D被审计单位由于替关联企业贷款担保 那报告年末存在未决诉讼 这更多的是涉及到像预计负债 或者说营业外支出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因为可能会承担担保责任对吧 那这主要还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可能存在或有负债 如果满足条件就是预计负债 有可能有营业外支出这种考虑 那是某一类事项 所以影响最为广泛 一影响一大片的就是C选项 说总经理跑了 答案就是C选项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继续看多选题 下列有关重大错报风险 表述正确的是哪一个 A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很可能源于薄弱的控制环境 这控制环境 大家简易上去想就可以想是管理层 治理层的态度 那肯定是一影响一大片 很可能源于没问题 B薄弱的控制环境带来的风险 它是报表层的呀 所以说影响就是广泛的 可能对报表产生广泛影响 难以界定于某一类交易账户余额和猎豹 你看A和B这两个选项是相关联的 比如说A如果正确B就自然正确 它只是把这个报表层的风险的影响 换了个角度又去描述了一遍 所以你独体的时候可以把两个选项 联系到一块 那A和B都对了 C薄弱的控制环境带来的风险可能对报表产生广泛影响 那报表层风险怎么应对呢 我们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会具体的来讲 在我们讲风险应对的时候啊 我们就讲说报表层影响一大片 某一个具体程序可能起不到作用 我们更多的是立足于整体层面 喊口号一样提出要求 比如说我们强调保持职业怀疑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利用更专业的人员 比如说经验更丰富的 必要时候还可以用专家 然后我们可以做更好的指导监督复合 那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个态度 整体的一个工作安排 所以你对报表层风险也是一个总体应对措施 而认定层风险呢才会落实到具体的审计程序上 那我们应当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不是用于应对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的 所以C就错了 D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 对识别的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列报的 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予以汇总和评估以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就是认定层次风险的应对落实到具体的审计程序上 做风险应对程序没问题 所以本道题我们选择A B D这三个选项 好我们继续来看多选题 下列事项中可能表明被审计单位存在重大挫暴风险的是哪一个 其实我们讲重大挫暴风险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对吧 只不过我们在这样的题目的问法中呢 大家要找说哪里更体现出容易出错 我们选这个容易出错的事项 像A说交易未经授权或记录不当 这明显是会出现挫暴的 好那我们就更可能是有这个重大挫暴风险 那A就对了 B采购价格明显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 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平交易 那我们把它选出来 C为签订合同的客户发出大量货物 就是你跟我买东西买了一大批 我就给你发货了 这能叫重大挫暴风险吗 这属于正常交易流程中的事项 你不能说它可能表明会出现挫暴啊等等 它属于一个正常流程嘛 所以C被我们排除了 D在没有适当的交易控制记录的情况下付款 因为我们讲付款是必须要有审批的 如果说你这个付款没有审批的话 往往我们就会把它当做控制缺陷 谁都能来请付款对吧 那如果来申请付款的话 大家都把这钱付了也没审批 更容易出现那种坚守自盗的情况 所以没有这个控制记录情况下付款 就是没审批就付钱了 更容易出现挫暴 那我们答案就是A B D这三个选项 所以就属于正常的一个交易 所以你不能直接说它表明有重大挫暴风险 接着我们来看特别风险的内容 在判断哪些风险是特别风险时 属于注册会计师考虑的内容有什么 大家注意啊在特别风险这个考点下呢 几乎是每一年咱们都会出到相应的考点 只是说它考在哪个环节上罢了 比如说对特别风险的考虑 有三种情况一定是特别风险 其一就是舞弊 只要是舞弊它就是特别风险 那其二呢就是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 其实本身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 也是舞弊的一种情形 只不过我们考虑到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它会有更大的权限 我往往拿出来单独讲 单独的对它措辞 那第三呢我们就是超重官义 就超出正常经营范围的重大的关联方交易 那就是特别风险 其他情况呢就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 是否是特别风险 比如说我们对于那种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这种会计估计 但它也可能是特别风险 要予以考虑 所以说下列属于注册会计师考虑的 第一是不是舞弊 如果是错误 那我们可能说它不是特别风险 有可能是 但如果是舞弊 这肯定是特别风险 所以A肯定要考虑了 B交易的复杂程度 越复杂的越有可能成为特别风险 所以说我们也要去考虑 B是否涉及重大关联方交易 当然了重大关联方交易可能是特别风险 如果是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的关联方交易 就一定是特别风险了 所以C是我们的考虑内容 B风险是否涉及异常或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交易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交易 不一定是特别风险 可能是可能不是 但如果再加上关联方呢 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的关联方交易 就一定是特别风险 咱这知识回顾了一下 那我们ABCD就都成为选项了 好 那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内容呢 就给各位同学回顾到这 其中呢有一些各位同学做错的频率比较高的内容啊 注重理解 对相关知识点进行回顾 那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打好基础 来应对我们的考试 好 那这部分内容就给各位同学讲到这里 谢谢